男人高举起吊手 一辆直升机却迎面飞来 他立即将绳子扣在飞机上 然而空姐却直接将机身立起 伴随着绳子拉转 一只神秘生物正在疯狂的逼近 眼看绳子已经拉完 紧接着下一条 怪物瞬间从地底两千米的位置冲出 而这诡异的人 吓得几人瞬间呆住 可男人让机长立即松绳子 于是空姐旋即按下车档案 然而这只神秘生物 静止的飞进集装箱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红伴立即拿起手臂 粗的钢筋插进去 随后连忙将上锁的钢门直接打开 然而就在这时 神秘生物却喷出不明的夜里 瞬间把面前的几人吓得连连后脱 可面对怪物的调戏 墨镜男立即上头 但刚一上前 不料怪物竟伸出无数只的触手 这让男人想要躲开 但触手似乎已经锁定他了 然而男人还是鼓起勇气用棒球棍 拼命地朝着怪物的触手回去 可这对怪物根本没有作用 于是小胖连忙拿着大砍刀上前 可诡异的是这些触手 似乎已经拥有人类的智能 开始寻找胖子身上的弱点 可胖子却根本不惯着他 立即闪躲起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